很有手大、很英明 就是觉得你很有能力 就是身体非常好 而没有网上或者同学朋友 他就很少讲到自己 如果这样放动自己的话 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所以我觉得现在 中国的爱字变的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在学校里面教育的时候 就对于性这方面 或者爱字变这方面的话 课本里面教得很好 再一个老师也不太愿意 讲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导致这些学生 在步入到社会以后 会遇到更严重问题 谢谢 好 108108668375161 您可以打这个免费的电话 来就中国的性教育 或者是其他关于爱字病的话题 来参加我们讨论 108108668375161 在中国就像范先生提到的 好像是比如说大街小巷 或者说在网上很开放 但是在课堂里 还是相当的保守 而这个有关性知识 爱字病知识的教育 在防止爱字病方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您能谈到这个问题吗 那这个学校的 公共卫生教育 尤其是爱字病的 相关知识和预防的教育的话呢 一直我想都是各个国家的重点 那我对国内这个方面的教育的话 了解不是很多 那具体的说的话 一些基本的情况的话 就是说 其实对这种学生的基础教育 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正是青少年期之期 那他们的性观念呢 他们这个性行为啊 以及将来的一些 这个步入社会之后 他整个人的行为的话 都在这个时间的话呢 都就是说 都基本能够确定下来 所以的话呢 在爱字病的防御防治工作中 学校教育的话 确实一个重点 那其实呢 对这种学生 一般的大众的教育的话 很简单 所以介绍一下 这个病毒的基本的特点 如何进行预防 那他的主要的传播途径 就哪些危险因素呢 比如说 方先生提到的 这种乱交 对吧 这个 这种情况的话呢 是不是一种危险因素 所以 因为我对这个 学校的这个教育 并不是很了解 但我觉得的话呢 首先它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的话呢 它并不是非常复杂 而且它说 相对的比较简单一些 好 10810 866 837 5161 你可以打这个免费的电话号码 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10810 866 837 5161 我们关于这个 艾滋病的讨论呢 现在有好几条线呢 都在空着 你可以打 10810 866 837 5161 此外呢 关于艾滋病的更多的报道呢 你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 voachinese.com 来查询更多的 有关艾滋病的报道 艾滋病的各方面材料啊 等等 还有包括 这次这个美国之音记者采访 国际艾滋病大会的 有关的报道 你都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 来查询相关的资料和报道 在目前来说 好像 刚才我们提到的 所谓那个逆转疗法 或者是 这个鸡尾酒疗法 这艾滋病治疗这个药物方面 它的效果怎么样 有的人是不是 现在好像觉得 也能够像正常人士的 生活很多年 如果是定期的 来服用这个药物的话 似乎这个疗效还是不错的是吗 对 目前 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药的话呢 大概有二三四种了 发展非常快 这所谓的药物治疗的话 主要是有三类 有三类药组成 所谓的鸡尾酒疗法的话呢 就是把这种三类药的 同时使用 那目前在美国 那是全世界的话呢 它都有一些 对治疗的方案呢 有一个规范 就是说在什么时候 你可以开始治疗 就用这个鸡尾酒疗法 那么什么时候的话呢 你可以用什么量 什么时候 如果说它出现 这个病毒 对这个药物的 抗药性的话呢 什么时候 如何进行 这个换药 总的来说的话呢 目前这种鸡尾酒疗法 那是 目前是非常有效的 从1996年 开始这种疗法 到现在已经 已经有十来年了 那么有些人的话呢 已经活了 活了相当时间的 长从九轮子到现在 都活得非常好 那当然的话 中间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呢 这个病毒 由于病毒的变异性 那它不断地 会出现一些 抗药性 所以的话呢 也就迫使 整个这个临床呢 这个医药界的话呢 不断地更新它的药品 那目前呢 治疗的话呢 在发达国家 不是太大的问题 尽管这个治疗 也还是比较昂贵 那现在治疗 最主要的问题 是在这个发展中国家 那因为这个昂贵的药物 刚刚那个林森 在会议上提到了 有些人抗议这个药品 太贵了 所以的话 不是每个人都用得起 那这还是这个 目前发展中国家 治疗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这个药大概有多贵啊 这些药 有统计数据 每个美国这种药的话呢 前几年的表明 这个平均 这个用药一年的话 大概两万美金左右 那两万美金 可能对美国 这样一个发达国家 富裕的国家 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但是对那个 发展中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两万美金 在美国通常是 保险公司 是都可以支付的 在美国 这个一方面是 如果你有私人保险 保险公司支付 那如果你没有 这个私人保险的话呢 政府可以资助你这个药 你可以 这些病人 只要你愿意 都可以得到免费的药物 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因为前一段时间 好像听到就是说 有的呼吁 这些制药公司 能不能降价 把这些药 卖到这个 发展中国家去 现在这方面 进展怎么样 你可以看到 从这次 墨西哥 艾滋病大会上的话 这也是一个讨论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的话 如何在 发展中国家 使它的 扩大 艾滋病的预防 和治疗的规模 能够变得可持续 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说 前几年 世界卫生组织 有一个项目 就是说 从过买药 给这些 发展中国家的病人 让他们治疗 得到治疗 但是买药 这个资金筹策 总是一个问题 钱花完了 就花完了 所以的话 就是这个项目 很难持续下去 所以这一次的话 这个艾滋病大会的话 项目的可持续性 是一个研究的重点 那么就是 一个突出的要求的话 希望呢 就是各个政府 以及的话呢 国际组织 承诺 对这些 发展中国家的资助的话呢 希望他们能够 及时兑现 另外我个人认为的话呢 就是说 发展中国家 如果要做到 这种可持续性 尤其是 治疗方面的话呢 我觉得他们也需要 自己来制作一些药物 那从96年到现在 在过去了 已经十几年了 那有一些药品的话呢 其实已经快过了 这个专利期 甚至是快到专利期了 所以的话呢 就是发展中国家 可以应该利用 行说没有这种药品的 那个 就是创新的能力 但是药品的 这种制作能力 还是不错的 所以的话 目前像国内 中国的话呢 能够生产的药的话 已经有五六种 现在可能还有更多 所以这种药的话呢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 这样一个机制的话呢 能够生产一些 非常廉价的药品 使大家都能复担得起 专利限制 药品方面的 这个专利限制 一般是多少 十五年还是多少 看不同的药 有不同的 有的是 一般来说 平均大概十年 到十五年左右 所以前段时间的话呢 在各国国家领导 跟药厂呢 也进行了很艰苦的谈判 那可能药厂也做了一些浪布 所以呢 这部分的地方呢 可能授权生产一些 甚至的话呢 免费提供一些药物 但长久持续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 发展中国家应该提高 自己的这个生产能力 这样的话呢 才能保证 这个廉价的药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